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讓大家覺得有點傻眼的事情 綠能超過日韓 綠媒被人家罵爆說 根本就是金句連連 然後再來就是出招就高鐵 竟然是喝高粱 我們來一一解釋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台灣的 網美話題到說呢 台灣的綠能呢 已經超越過日本跟韓國了 真的嗎 我們直接看這張表格就知道了 我們不用去特別提什麼 GW或什麼之類的東西 光看數字你就應該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的綠能根本就沒有超過 怎麼會這麼說呢 那除此之外 再來就是關於高鐵下線的部分 他們有提到說高鐵下線的這個路段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議題 但是卻沒想到說 我們可以用喝高粱 因為種植高粱 它比較節約用水 就不用抽取大量的地下水 就有辦法拯救所謂的地層下線 但這句話也是被網友給大量的打臉 他們認為真正的問題 是農業用水跟工業用水之間的 不問題的產生 而不是真的所謂種高粱 就可以救台灣 救高鐵 那台灣高鐵在雲嘉南這個路段 因為農用大量的抽取地下水 近年來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的軌道下線的危機 越來越嚴重了 那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在16號就表示 為了種抗旱的高粱 就可以節省高粱用水 就可以降低地層下線的危機 但是農民就泡轟 這根本就是工業水長期規劃的問題 就連民進黨前台南縣長蘇患智都聽不下去了 怒轟 種高粱 救高鐵的想法根本是邏輯上的錯誤 只是拿高粱當作噱頭 高鐵列車快速濕過 但經過的雲嘉南路段 因為農用大量超抽地下水 面臨軌道深陷危機 農委會給出這招 我把水稻改種植高粱的乾旱 那一公頃可以省一萬公噸 每一瓶我們的高粱酒 可以省3.5公噸 以減少高鐵的沿線 地層下線的速度 陳吉仲說 要把稻作農地改種高粱 目標拼一萬公頃 就能省下一座南化水庫水量 各不住加起來 每公頃農民收入可達16萬 到底可不可行 應該長期的規劃 以及工業用水的規劃 而不只是推廣幾百幾千公頃的高粱 種植之後 就能改變台灣地層下線 那他講得很好聽 可能收益有達到15、6萬 如果拿掉這些補助 你認為農民還有利潤 還願意去種植嗎 長期的問題 你應該是沒解決 專家更說 想種高粱就地層下線 這邏輯有問題 高鐵沿線的地層下線 其實主要的都是 所謂的深層地下水 不是表層的地下水 自來水用戶 工業用戶 才是深層地下水主要的問題 沒有漏屎去查查這種核准的問題 或是不法使用的問題 這個高粱當噱頭 過去喊造林救高鐵 現在要種高粱救高鐵 就話問題沒針對核心解決 灑再多錢也救不了地層下線 記者張高鵬 李宜璇 ICG小組 台北高雄報導 中選會排案 18歲公民權的修憲案 復決投票日期 定於11月26號 跟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同時舉行 民進黨反對公投綁大選 可是現在連修憲復決 也要綁大選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直言了 民進黨根本就是變來變去 民進黨訓練反對公投綁大選 但是年底的選舉要綁18歲 公投的修憲復勢 很務實的講 像修憲門檻要到四分之三 我跟你講 不如綁大選根本就不會過 這是務實來處理 除非你一開始就想說 沒有打算給他過 如果你真的打算說 我們來表決看看 那一定要公投綁大選 不然那個 憲法覆決的門檻這麼高 哪有可能 所以務實來講是 除非你一開始就想我不給他過 除非我們要降低修憲的門檻 都幹什麼 所以有時候務實來處理 至於民進黨 哎唷 他們都變來變去 所以因為是選舉考量嗎 現在民進黨這樣做 沒有啦 不是考量啦 我跟你講 除非你公投 18歲公民權 除非你現在說 我不想給他過 要不然按照目前的修憲門檻 沒有綁大選 我就直接告訴你 一定不會過的 距離年底越來越近了 外界都紛紛猜測 疫情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將會投入選舉 台北市長柯文哲 昨天也表示 大敵當前 指揮官要不要換中央 要好好的降 不要為了一時的選舉 搞得全軍覆沒 對此陳時中今天作出回應 我還是要跟 如果市長有這樣的一個觀感 那其實想我可以跟他保證 現在沒有再用選舉了 所以也不要這樣子搶 柯文哲說防疫指揮官 是非常嚴肅的題目 疫情是不可測的 而陳時中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鬆口到底要不要選 但他依舊是被認為 綠營台北市長最佳候選人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